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香香 相信不少初学者都会有这种感觉 总觉得自己的话看起来平平无奇 有种廉价感 今天这期节目,香香就要教你们三个技巧 可以让你的画面瞬间提升好几个档次 警戒区给你们准备了上万套优势线稿素材 而资源、人体、场景和常用生活物品非常全面拿去临摹一下吧 特别的是讲 很多同学画画很习惯把人物直直的放在画面中 这样就会选择很实版 我们可以看到米萨舞太太的作品 都是一些非常刁专的角度 所以想要给观众制造新鲜感 人物动态首先要扭起来 咱们可以通过加上两式或者俯视的角度来营造这种效果 比如我们想要画一个刺身回蒙的小姐姐 只先把人体动态过去来 头看作是一个球,微微抬起 脖子用圆柱代替 画一颗椭圆概括上半身的躯干 把头和身体的朝向错开 身体操用 视线往回看 手臂也不要直直的放下来 带有一点向上踩的趋势 会让整体动作更加协调 用圆柱概括出手臂的结构 圆代替关节 先按概括好人体 再往上添加头发和服饰的细节 按照画好的草稿勾个线 一个在俯视角度的回蒙小姐姐就出现了 比起死板的赞姿 这样换人物才有灵魂 特别的颜色 一张画中如果整体的颜色都比较普通 画面看起来就会很普通 我们可以给画面点缀一些刚饱和的颜色 比如眼睛是画面的中间 我们把它换成红色 头发颜色没有层次 就给并角处的几缕小画丝勾上红色 用蓝灰色 在头发的背面做出区分 用喷枪在花朵上喷上一些绿色点缀 衣服的颜色太全闷 用喷枪刷上一些肤色 肩膀和脸颊稍微喷刷上一些红韵 这样颜色看起来就不会很弹掉啦 再别的光源 光影是制造画面氛围的重点 画得好 可以直接让画面收滑好几个层次 顶光可以营造出舞台效果 和画面中的小姐姐刚好很搭 首先清签一个涂层 点击创建剪天萌版 涂层模式改为正片底底 用蓝灰色来画珠二分阴影 画的时候要把受光面流出来 在顶光的照射下 头顶会形成的亮面是一个弧形 鼻子翘起来的部分会有一个三角形的亮面 肩膀和手臂朝上的面都是受光面 胸部的上方也会有一块三角形的小亮面 头发翘起来的部分也会被光线照亮 按照规律画好二分 过渡一下光影的边缘 用黑色填充背景 细化好头发和衣服的褶皱之后 就是最后的光线步骤 新建一个发光毒尘 选择成黄色 用喷枪去提亮亮面区域 范围改一下就出来了 煙霧射角 颜色的点缀和光影塑造 只要从这三个方面逐一攻破 就能让你的画面更加高级 想要提升自己的画迹 当然也少不了好的参考 和长期的积累练习 搜紧这区 领取三万套现岗素材练习下吧 有什么疑问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